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年前 一部望角卡门拉开了他导演舞台的大幕 之后的《阿非正传》《东斜西毒》《重庆森林》《春光乍蟹》《花样年华》2046 一步步成就了王家卫式的经典 也导演了王家卫的人生大戏 你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导演基本上有两个基础 一定要喜欢吃第二会讲故事 对于一个电影导演来说 王家卫身上似乎有着巨大的魔力 无论他的哪一部影片 总能吸引到众多当红的明星出演 通过王家卫电影大放异彩的梁朝伟和张曼玉都不约而同地承认 是王家卫教会了他们怎样演戏 在王家卫的影片里各种情感间的空间与时间距离几乎是永远的主题 有等待 林耀辉 不如我们由头再来过 有期待 如果有人给你这样的登机证 你会不会让他上飞机 有失之交臂 如果有多张船飞 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 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有邂逅 有失恋 我告诉我自己 当我买一买三十罐的时候 他如果还不回来 这段感情就会过去 也有悔恨 虽然兜兜转转走到冤枉路 我终于来到伊华书 那天我很难过 因为我始终都觉得 铁在这个抱抱下面 应该有两个人 1980年 22岁的他毕业后 便进入香港无线电视的 电视制作培训班 学习剧本写作和影视制作 曾先后在一系列无线的 电视剧集中 担任制作助理和编剧 两年之后 王家伟离开无线 正式进入电影圈 以前写剧本还是用手写的 到手写的时候 有一些编剧是写得很吵的 就是错了就擦掉就算了 我是擦掉就要重新再来 因为我喜欢写 就是今天想了 明天要退翻 今天想了明天要退翻 我说写剧本 基本上我为什么当导演 其实有一个理由 就是因为我已经怕了当编剧 王家伟电影里的经典台词 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但是在他的电影中 不仅仅是台词 其中的声光画面也令人过目难忘 像一幅幅闪烁着永恒光芒的原画 在梦一般的音乐下 用光与影绘制成了独属于 王家伟的电影梦 就好像你做菜 你不可能买一颗菜 回来就把一颗菜放在里面 菜里面可能到最后 你要拿出来的最精华的东西 就是这个 在梦中的电影里面 在香港的季度上遭遇到的季度 是在香港的季度上的季度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